我們來做一個基礎的綜合練習 我們使用步驟音算去做一個 基本的木工的書櫃 OK 好 團員你現在把上面的練習 全部把它刪掉 這裡全部把它刪掉 這都不要了 所以團員你就直接按這個 刪除命令 然後點擊之後 它這個地方叫你選取物件 ERASE指令 團員你右上左下把它選起來 左鍵按確定 就把它刪掉了 OK 現在我們在做基礎練習 我們依然還沒講到使用者做不到系統 對不對 這個地方使用者做不到系統還沒講 所以我們用基礎的方式 我們統一在上市圖一樣先繪置2D OK 所以你現在回到上市圖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你直接按這個 試圖然後選上市圖 那我們來做2D 然後這個上市圖執行之後呢 團員你把揮接把它改成2D線加勾 好 那這個如果背景呢 是白色你可以調回黑的 團員還記得怎麼調嗎 就按工具 選項 然後接下來就是到那個顯示標籤這裡有沒有 你可以控制這個顏色 這都當做複習 我們之前基礎班有講過2D的部分 你把2D模型空間的知識背景把它改成黑的 套用並關閉然後套用確定 這邊當做複習 好 那這個基本的這個書櫃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這裡呢 大家看一下那個螢幕上 我們簡單做一個基本的模型 那高度不用太高 好 那假設大家看一下 假設我們這裡到這裡的這個高度呢 我們做多少 我們先用公分為單位喔 那你先數據公分就可以了 不用給它換算成mini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比如說給它120公分 那如果說你的國家是用mini的話 你要自己打120mm的mini喔 ok 1200mm 那我們現在打120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數據的單位呢 它是公分 它是cm 就是用公分為代表 然後它的這個寬度的部分呢 我們就給它做80公分 好 那它的這個櫃體的這個深度有沒有 這一段 這一段我們做多少呢 我們暫時給它做35公分好了 所以你先拉出一個基本模型 然後再來 我們希望它上下左右的這個 木作板 給它5公分 這裡面呢 木作板給它5公分 也就是說你出來的圖會變這樣 5公分的這樣的一個板子 也就是說這一段 這一段的這個寬度呢 就是5公分 那我們就上下左右是5公分 當然在施工的時候一定會有這個頂板 跟底板還有左右側板 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畫3D嘛 我們就給它一體成型 同時呢還要再加入這個成板喔 也就是說你這個圖畫出來之後 我們這還要做成板 所以我們到時候成板這裡給它放 我們先給它放這個三層好了 像這樣一層有沒有 這樣一層 然後這邊再給它放一層 像這樣 三層 OK 好 因為我剛剛是這個 都是畫數據喔 再騰一次給大家看喔 也就是說 我們待會兒的 書櫃呢 就是很簡單 基礎模型 這樣 好 然後呢 這個地方就是 上下左右5公分喔 然後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隔板跟層板 就是給它2公分 因為我們含天幕皮嘛 所以我們給它做3層 應該蠻簡單的 大家就像這種思考方式 你就這樣把它做出來 OK 因為 因為畫面上 我這裡沒有 沒有適當的這個筆 所以我用這個來做 OK 那這裡就不要貫穿喔 就給它一個這個底邊就可以了 像這樣給它一個底邊啦 當成它的書櫃 好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現在用那個滑鼠去 去建構這個手繪 OK 好那 就是這種感覺 那你的這個成板的這個厚度呢 我們 全部同意 我們做多少呢 給它2公分喔 這邊給它2公分 這邊給它2公分 OK 但是上下左右的隔板就是5公分啦 然後中間這一 中央這個這個 立板的隔板就一樣2公分喔 這非常簡單喔 所以這怎麼做呢 你就用平移複製做就可以了 OK 好 蠻簡單的啦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看一下這個圖要怎麼做 至於 裡面這裡 到底要距離多少 大家可以自己設計喔 這邊你可以自己設計啦 所以我現在也不知道嘛 等一下抓一個值 如果你要給它等分 再給它平均分布也都OK 你就自己看你要怎麼設計都可以 OK 好那我們先怎麼做呢 我們先畫2D 比如說 你先畫一個這個立面圖的2D喔 所以你把目前圖能設為上市圖的地步喔 那你畫一個矩形 通常你先畫什麼 我們現在躺 天空往下看嘛對不對 所以你畫一個矩形 那這一段呢你就給它做 80乘上120的矩形 用公分為單位 OK 所以蠻簡單的 所以按下這個矩形指令 這裡有一個矩形命令 然後空間上指定一點 右上有拉伸 我們給它相對座標 SHIP按2給它小老鼠 我們給它打X等於80 然後逗號Y等120 相對座標 逗號120 Enter有沒有就像這樣 OK 那你要怎麼樣讓上下左右的邊界等於5呢 還記得平移複製嗎 按平移複製指令 我們現在一體成型 所以直接用平移複製就好了 那平移複製這個地方就給它打5了 這裡的位置打5按確定 好接下來就是選到物件 選它往內 左鍵 這樣就是上下左右的那個外層的板子就是5公分 OK 好接下來你很多做法 你可以自己做 比如說 比如說我現在按這個線段有沒有 然後直接鎖這個終點 它畫一個輔助線 點它 畫一個輔助線 我給它套顏色好了 這個 我先把它畫出來 點這裡 然後這邊點它 然後鎖到這裡 像這樣 有沒有 夜溪件 好有沒有 就這個嘛 好接下來 你希望 你希望左右的邊界 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個厚度呢 整個板子厚度是 剛剛講過嘛 我們要給它2公分 所以怎麼辦 你用平移複製左右等於1 就這條線往這裡平移複製1 然後再往這裡平移複製1 加起來都等於2 所以蠻簡單 按平移複製命令 按這個平移複製 那平移複製OK之後打多少 打2 確定 打1不好意思 打1按確定 好 然後選這條 基準線往左左鍵 然後選這條基準線往右左鍵 就這樣 OK 好結束命令2 那這條線 這條線幹什麼 我們可以來等分 假設你要平均分不好了 等分就這個地方 給它分一段 兩段 三段 所以這地方就有兩個差 然後我們之後 以這個差記號 再畫一條輔助線 再給它向上偏移複製1 再向下偏移複製1 所以會得到一個 跟它一樣2公分的厚度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直接按等分 等分命令還記得嗎 就是我們去按繪製 然後選的這個 這裡有一個叫做 這裡 我們我們在3D塑形的面板裡面 請你按繪製的這個面板張開 然後你就點這一個 更多選項多個點按這裡 然後選等分命令 或打快速鍵你可以打DIV啦 快捷鍵打DIV也可以Div OK那我現在等分 等分之後物件選 裝這條線 這條線 把它放大來選這條 點它對不對 點它就給它分段幾段 給它三段 打3按確定 OK 可是你分段之後看不到那個點對不對 還記得嗎 我們之前2D講過 就是你必須下拉選單選擇 這個格式點的形式 這裡點的形式 你一定要把下拉選單拉出來 按點的形式 OK 點了形式之後我們選插記號 幫它一個點看不到 插記號 整個螢幕佔5%的大小就可以了 相對螢幕大小5% 按確定 你看這次等分就出來了 OK 好那你就畫線了 然後就這樣 碰碰這個 碰不到為什麼 因為你的物件鎖點按右鍵呢 你必須給它一個 這個鎖到節點 如果沒有鎖到節點 它沒有辦法鎖喔 好那我們就按節點打勾 今天打勾之後你就繼續 我們就再畫一次線喔 就這樣 碰它 碰它 碰它節點對不對 追蹤 然後追蹤到左側的點 按左鍵 然後拉到右側的點 按左鍵 這樣懂意思嗎 OK 確定 好那對這個成板呢 上下平移複製1 所以我們按平移複製命令 給它打1 Enter 好那我們選這條線呢 點它往上左鍵 再點它往下左鍵 那結束命運也息鍵 OK 那這兩條線是拿來複製用的喔 所以你可以按拷貝命令喔 Copy 拷貝命令 複製命令 然後去選這條線跟這條線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中央這條線拿來平移複製用 就不用選了 它輔助線了 所以你按確定 然後鎖這個節點呢 把這個2公分的成板拉下來 然後把它鎖到這個地方 像這樣 OK 好 結束命令就把這個點 點它刪掉 然後這個輔助線把它刪掉喔 我們待會再來修剪 那上面一樣喔 這個點把它刪掉 水平的輔助線把它刪掉 我們要是這樣的一個圖 但這個圖還是沒有辦法拿來做3D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封閉曲線 所以大家先做到這裡 那我們待會來這個繼續修剪 大家先試一下 試一下